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座 今天是2020年10月7日的晚上深夜 剛剛跑完八場的夜馬 現在其實我還在仙島為快YouTube Channel的基地 免得出樣子,因為設備的不足夠 用純粹一個聲音,不見樣子 跟大家做一下今晚八場賽事的賽馬結果 這次有兩個重點可以提一提 當然包括潘頓幾隻夜馬都釘了 全天晚上只贏得多知多才 其他幾隻夜馬包括喜濱騰、超威星、勝利威龍 這一面島的夜馬都沒有了 一見傾森、風雨區的回飛,也是輸買 所以整晚只有12分,其實是獅王 另外有一隻馬今天的走勢是相當厲害的 說的是呂建威馬房第六場那隻股票傳奇 出閘大萬閘,回來後 這樣追上來都可以贏 是不是有些巴基之聲的影子呢? 也會跟大家拆解的 開始正題之前也提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可以按一個訂閱鍵 再按旁邊的鈴鐺 如果影片圖中有廣告的話 也希望大家可以盡量高抬貴手 好,看完他,謝謝你 首先說回潘頓 其實他今晚跑七隻馬 賽前大家預期莫雷拉和田泰安定賽 潘頓自然應該盡情數戶 但事實上他今天幾隻馬全部都是不足十倍 有些捧得很熱 但多數都是很失望 只是贏得那隻多知多才 那隻反為有五倍 事實上賽前的熱門 譬如是喜濱騰、一見傾森、超威星、勝利威龍 都是隔夜的熱門 但臨場有些馬就回了飛 譬如說贏了多知多才回飛 一見傾森回飛 風雨區也有些回飛 可以說有些馬就敗仗組成 但多知多才又贏了 那數是怎麼算呢? 其實我覺得潘頓今天跑大部分的馬匹 如果以我暫時的觀察 沒有所謂 大家覺得潘頓輸熱門的拉馬的事發生 我認為是沒有的 譬如說舉個例子 風雨區來講 他排第十二檔 排大外檔 他出閘時順勢將馬跟前 其實直路已經是出來了 其實他沿途沒有刻意搶 上次反懷有刻意搶放 但今天真的很克制 拍著那隻盼盲聲 但回到來後 最後幾部馬是沒有了 所以連盆也沒有了 照樣子打開了 潘頓不能拉 他也是推騎的 但就是沒有了 而美場的勝利威龍 其實這隻大家都知道 本身他並非正宗快馬 雖然今天走一圈都覺得對板 但跑下來的走勢 他沿途當然不是最快的 守住的都是五六位 即是一些大業門應有的食屋 入直路也打開了 守住這個直路打開了 回來後 都想追那隻經典之星 但這隻馬追來追去 整條直路都看空了 追來追去是這麼多了 又怪不到他 所以這兩隻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超威聲也是跑第四的 這隻在直路也打開了 很公道跑給你看 但就是偏偏開那隻股票串期 而我可以告訴大家 超威聲今天的狀態 未到十足 而馬本身也沒有什麼轉樣 暫時要觀望一下 看看跑完一場之後 狀態會不會再好一些 如果以暫時這樣計 他在這個分數 未必太超長 這是我的看法 反而贏了那隻多姿多財 就很明顯了 今晚出來的觀感 比他之前在上季三歲的時候 淡定了 馬身也實正了一些 所以可以預期多姿多財 上到三班 都繼續有頭馬交出 而超威聲 另一隻羅庫傳的馬 就要先看清楚 一件傾心 其實我們賽前營養快線 都提過大家 這一匹馬 並非判斷刻意選騎 而放棄福愛寶 福滿寶 純粹是因為福滿寶 是蝕恩騎開 今次要給蝕恩 所以自己選另一隻 而一件傾心 今天出來走圈就可以了 跑起來很一般 大家都要注意 這一匹馬 並非那些很準成的馬 就算在第四班 有表現 都是偶一為之 所以這個也要小心一點 其他營家輝 或者喜斌騰 我覺得其實 沒有什麼突出之處 結果 潘頓就形成 只是贏一隻 今季 經過暑假之後 再成長 有進步的多姿多財 其他幾匹熱門 有些是屬於假熱門 跑起來也是一般般 而一見傾心 我們也有影片提過大家 另一個重點 當然要全晚最矚目的頭馬 就是第六場 股票傳奇 這匹馬出集大萬集 例如我在先島為快的channel 的call馬的時候 一出集見的馬 我以為就說撕飛了 因為我有白檔選了 但是這匹馬是沿途包尾 然後去到轉彎上了尾 入直路 其實也看到這匹馬 裸位有少少輪盡 左邊右邊 又跟其他馬有少少劑碰 但是這匹馬有些天然的盲勁 追上來就已經過了 如果我不說自己的意見 我就聽回呂建威即時的訪問 呂建威就認為這匹馬 這匹馬出集 本身這次也沒有預期 出集會快的 而且因為排著第八檔 他也是想著留後少少 鬥一下後勁 因為這匹馬本身之前 也是跑後勁比較好少少 但是這麼慢閘 他就猜不到 贏得這樣也贏 就更加猜不到 如果記者問他這匹馬的前景 會不會上到很高班 或者這次的表現是否很驚喜呢? 呂建威也有些保留 他始終認為這匹馬 既然這次出集會有這種壞習慣 遲些會不會養成這種壞習慣呢? 因為間中這匹馬雖然有這次的表現 但是如果這匹馬經常出集 萬四五個馬位 尤其是跑短途 那你虧不了很多次 每次都虧四五個馬位 你怎麼跑呢? 即是這次追到 未必代表下次追到 而我的看法 當然 論他的後勁 姿態 的確跟以前巴基之星可以比較 巴基之星都是這樣的 出集慢 扭底 一條直路都是天馬行空的 金槍六十也是那種跑後勁的馬 有一點點他們的影子 只是計今場表現 也是呂建威的馬 但是這匹馬究竟有沒有去到那個級數呢? 我都極有保留的 這方面我是贊同呂建威的 第一 這匹馬這次的贏 又不像巴基之星金槍六十那些 那些是之前沒什麼輸過的 是初出 第一次第二次出賽 就已經展現到旋風式的後徑 但是這個股票傳奇 其實這次贏馬之前 PPG身份 但是他也輸了十次八次 之前的表現 沒有一次是有這次的表現 所以其實這次有可能只是神經刀 只是神經刀 還有也有可能 這次的飛數 聚在那兩隻大熱門 超威星 還有那隻先李其遇那裡 但是兩隻馬今天其實都普普通通 就是超威星初出 狀態差一線 而先李其遇上次都輸過給你看 跑得對 形成回來 大家都不是那麼多了的情況之下 股票傳奇雖然出閘了很多 但是 似乎今天 那個追徑 後上跑法 就很適合他 何宅堯今天跑得好的馬 全部都是後上馬 他好像掌握到那個線路 那條線 中檔外檔 後上最好跑 所以被他一鼓作氣才贏了 那 就不是說他這場的win 是水準差 有少少是因為其他馬的失準 有少少是跟形勢幫了他 有些假象 我只可以這樣說 還有結合這隻馬 過往已經輸過這麼多次 就不要認為 因為這次這麼出色的表現 覺得他上回第三班 甚至說可以跑經典系列的那些 絕對不是 是漫長的 還有要預備這隻馬 既然之前也輸過這麼多次的話 這次也有可能贏完之後 下次成為熱門 又會失準的 這個要留意了 還有這隻馬 這次的winner 是跑馬的winner 記住 水準跟沙田 始終是有極大的分別 所以我的結論 跟呂健威也是差不多 認為這隻馬 其實雖然這次贏得這麼出色 但是 絕對並非那些很高水準的馬匹 只是一隻普通的四班winner 最後提一提大家 現在小弟本身也有 Youtube的會員頻道開放了 也有Patreon的月費頻道 除了可以有更多的文字訊息 WhatsApp群組等等 可以接收更多的賽馬資訊 但是 如果大家不想課金也沒有問題 只要在影片下面 給個手指攻去鼓勵我 留言去稱讚 或者鼓勵 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 like comment share 我都會感激大家的支持 去到這裏時間都差不多了 最後也要多謝 先島為快的Youtube Channel 借出場地和器材 給我進行這次的錄音和錄影 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田蔡馬雜作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雜音響 三十五個字 雜音響 感谢观看